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雪莲,说我就是雪莲 其实今天我要跟你们回答一个问题,好吗 就是因为在评论区好多人问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 所以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好多人要知道我怎么开始学习中文 对,我什么时候开始,然后我怎么学 学外语的时候,我觉得什么方式是最好的 所以今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好吗 但是首先我要跟你们说 当然我不是在说我是世界上说中文最好的外国人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是觉得我是最棒的 当然那不是我的意思 其实我知道我还有很多东西我要学 在说还没有到流利的程度,对吧 所以那并不是我的意思 我只想跟你们分享分享,好吗 特别是如果你们要学习英文或者日文 不知道,如果你们要学外语 可能这些tips会有帮助,我不知道了 对,所以首先呢 我什么时候开始学习中文呢 我应该18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 我是高中生的时候开始学 那就是因为呢,在美国 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怎么样啊 可能在评论区你们可以让我知道 但是在美国呢,我们需要学外语 需要,我学外语是必修课 我们一定要学 所以那时候呢,我那时候我学西班牙文 对,但是呢,每次考试都考得不好 就是我太讨厌 就是太讨厌西班牙文 真的,一点都不喜欢西班牙文 所以那时候我决定啊 其实那时候我的高中 其实他们提供中文课 我不喜欢西班牙文 然后呢,法语跟西班牙语是差不多 对吧,文法 文法差不多 所以我也应该不太喜欢 我应该不会喜欢法语,对吧 所以可能我学中文 可能我可以试试嘛 对,然后呢 其实好多人跟我说 那时候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说 你一定不要上中文课,知道吗 就是因为呢,你不知道吗 其实中文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知道吗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这样跟我说 但是呢,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我开始学的时候 我就爱上了中文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觉得汉字都很美 在说呢,我觉得就是 说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听起来蛮好听 对,所以呢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太爱中文了 对,一开始就爱上了他 真的,爱上了中文 爱上了学习中文,对 之后呢,我决定 其实我去上大学的时候 我决定去中国 就是因为呢,我要学更多中文 对,所以我应该三四年留在中国 对,应该是三四年待过 对,但是呢 到现在我已经二十六岁 对吧 所以呢,那已经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嘛 我已经在美国三四年 对吧 对,所以我退步了 特别是就是 我的伪婚夫他不会说中文 对吗 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跟他联系 对,所以 那有一点可怜 所以当然我的那个程度 我的中文程度退步了 但是我住在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程度比较好 对,我说的比较好 所以那就是我的历史 我的情况 然后呢,学习中文的时候 有什么方式啊 好,所以现在我就可以 给你们分享啊 我这么学 我这么学外语 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 真的真的 最重要的就是生词 生词,词汇 词汇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 就是因为呢 语义法 我觉得你可以慢慢学 但是呢 生词 你不可以慢慢学 其实如果是生词的话 你一定要把生词 你一定要把词汇 背起来,对吧 一定要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你每天决定学 二十 应该是二十生词 新的词汇 然后呢,你要把这二十个词背起来 然后呢 可能五天留天之后呢 你就可以考你自己 你就会给你自己一个考试 对吧 对,所以我觉得难改是最好的方式啊 对 然后呢 另外一个方式 我觉得其实 看电视也是个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方式啊 特别是 对,其实我在学习中文的时候 我觉得看偶像剧跟连续剧 是最好的方法 所以呢,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可能 你们的感觉会觉得比较难一点 就是因为呢 我看中文节目的时候 一般来说都会有字母 对吧 会有中文字母 所以我可以一边听一边看字母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你们说 如果他们说太快的话 我就可以 听 然后我就可以看 他们在说什么 对,我可以看字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可能学习英文 这个方式比较难一点 对吧 就是因为呢 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加字母 对吧 所以呢 如果他们说太快的话 可能你们没有办法 他们真的在说什么 对吧 所以我觉得 对,其实这个部分 我觉得对你们中国人 中国人来说 比较困难一点 对吧 对,其实真的很难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把你的听力进步 让你的听力进步 其实非常非常难 然后呢 也有什么方式啊 哦对 我可以跟你们说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有一个网站 其实我觉得这个网站是最好的 真的非常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网站叫做 ital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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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这个网站是最棒的 而且呢 有时候我会 我会上中文课 在italki上 我会上中文课 所以呢 应该一堂课是 其实我不知道人们币是什么 但是呢 如果是美金的话 应该是七八 八块钱 然后呢 如果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换 如果你不知道美金的话 你就可以换 换 换成人们币 可以怎么说吗 对 你就可以换成人们币 然后呢 在网络上 你就可以跟一个 一个美国人 一个真正的 地道的美国人上课 就可以跟他们上英文课 或者如果你们 想学另外一个 外语也可以了 其实 italki提供好多老师 然后呢 这些老师 有英文老师 有中文老师 有日文老师 有德文老师 不管你要学什么语言 他们都有 老师都有 所以我觉得这个网站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好 应该一年以前 我在 我是个 italki的老师 所以我在 italki上课 然后呢 我有好多好多学生 他们来自中国 他们来自日本 他们来自韩国 他们来自俄国 俄罗斯 对 所以呢 我觉得其实 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方式了 也是比较便宜一点 也比较方便 就是因为在家里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上网 就可以上课 是吧 所以我觉得这三个 这三个方式是最重要的 就是生词 把二十个字背起来 天天都把二十个词背起来 然后呢 看电视 然后呢 在 italki上上课 我觉得这三个方式 是最好的 是最棒的 应该有别的方式吧 但是现在呢 我就上不起来 所以可能 可能之后呢 我会拍一个part 2 好吗 一个part 2 好的 所以这点到这里啊 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 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啊 在评论区你们就可以上 我知道 然后呢 如果还没有的话 你可以关注我的 我所有的频道 好 所以呢 那些资料好像在上面 对 所以呢 到这里啊 我爱你们 拜拜 下次见